27岁的周琪,就这样改写了广东南岸的结局 苦尽甘来中武汉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昨晚比赛的亮点不仅仅是周琪的付出 经过修整器赵旭红的成长,张浩佳状态的提升 张文艺的稳定,让广东队有了很好的轮换资本 杜润旺的三分作用会由张浩佳和张文艺分担 趁杜润旺养伤期间,给更多的时间黄明依 希望黄明依也能锻炼起来 马上再这样下去,真可以换个大外回来了 后卫有水哥,白矮加张文艺够了 杜润旺的受伤和任俊飞的暂时离开 都不足以让广东南岸的实力大幅度削减 我以为周琪刚打一场比赛就伤又复发了呢 或者有其他的队员受伤了呢 广东队昨晚打得太好了,碾压强队四川队 绝对冠军像,这回大魔王回归如虎添翼 广东宏远对四川队的比赛 只是相当于一场教学赛 周琪再不怎么样,回来国内就是大魔王 有了他,赵徐红都变得自信了 找到主星谷了,年轻球员心里有底了 杜润旺是国家队队员 俱乐部还是应该急于保护的 打四川队,有周琪付出 杜润旺受伤了 下半场就不应该让他再打了 虽然是一场含金量不高的比赛 还是能看出周琪作为战略武器的作用 很多战术中的牵制能力 确实不是数据能体现的 不过感觉他没有当年那么大的威力了 周琪回归,内线防守提升 外线命中率瞬间提升 四川队只是开胃小菜 浙江队与辽宁队方能是周琪与广东队的试金石 广东队胜不足起 不要要过高的予以队员评价 要知道今晚的对手是联盟垫底的球队 要碰上辽宁、广沙、丑州等强队 才能检验出队员的成色 周琪还带着腰带上场 看来还没有完全好利索 四川自从夺冠后就下滑了 广东这两个赛季徘徊在四强 不知道本赛季可否突破 四川第一节表现真的很不错 选秀球员表现都不错 周琪还得适应一下 太久没有在CBA了 期待更强的广东队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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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